大家我是Paul,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台灣女生洗澡洗多久?我怎麼知道 我自己洗澡洗多久?說不上來幾分鐘 看會不會TD鬍子或者是別的地方毛髮或什麼的 講得太多了一點,too much information 加上可能會不會 其實我還好就是用了一種在身上刷刷刷刷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來著?我知道女生用玉球有沒有 我不喜歡用球的,我喜歡用一塊布的 總之就可以替你上去角質的那個東西 今天會學到這個字,去角質 先講給你聽也可以,無所謂,exfoliate 那下面也出現過很多次說真的 所以現在看一下外國女生洗澡洗多久 她的問題標題叫 How long do you spend in the shower? 下面的comment一堆 雖然說這個帖有那一點時間了 我先,I'll save you the suspense 我就把這個suspense是那個嫌疑的概念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外國女生到底洗多久?我好想知道喔 那我就把這個suspense 我們就不把它留著了 我就告訴你了,I'll save you the suspense 他們多半講的就是幾分鐘而已 很多女生甚至五分鐘幾分鐘洗得完 重點在於他們可能來自比較缺水的地方 so,所以他們會比較省水 所以等一下會講到一個字就是省 你可以講省不就safe嗎? 比較fancy的字conserve 好,等一下再來看喔 但也有的女生洗超久的 我們看前面幾個題我覺得很有趣 他第一個說的是大概20分鐘on average 所以平均的片語就叫做on average 這個可能學一下 你可能早就會average這個字了 可是例如說 我們就這種問題很多 你一天花多久之前吃飯 你一個禮拜花多少錢 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那平均起來 一個月可能一個人花兩萬塊幾萬塊的 那那個平均起來要怎麼說 你可能只是用average這個字 那不對,它是個片語 所以這個片語前面的介系詞就是on OK 像這邊我如果說 我一個月真的花一萬多兩萬塊好了 so I spend about 10,000 to 20,000 dollars on average per month這樣子 一萬到兩萬range好像還蠻大的齁 好,但anyway啦 那如果說是你最多最多一個月 可能花個三五萬好了 那最多最多呢 你可能會說最多不就是most嗎 教你另外一個講法 tops 像講會洗澡好了 假設我今天洗澡 最多最多就30分鐘 it would take me 30 minutes tops right 所以這個tops就可以用在句子裡面 就是最多最多 最後要加s tops ok 好 那所以平均跟最多 這邊我們講完了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這第一個人說大概20分鐘on average 所以平均20分 30 minutes if I'm sad 這當然我覺得很可愛 要是他今天比較悲傷的話 他洗澡洗久一點點 讓熱水沖沖沖 沖掉你心中悲傷的情緒 so 30 if I'm sad cool 那這邊另外一個家伙說了 20分鐘to get clean 10 minutes to get lit hot water warm up my feelings 10分鐘讓熱水好好的 把我的感覺給它暖化起來 大概也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家伙說 30 minutes one hour if I'm sad 所以好像悲傷的話 女生會洗澡洗比較久 這也蠻合理的 我覺得洗澡是一個能夠 提振精神跟情緒的一件事情 so high pop your emotion 然後下面接下來的一整個討論 好這邊一層串的 大概就在講 主要說的是 對應該是下面這個 就是很短 所以這邊有一堆人說 花的時間短很多 那短很多的重點 這邊剛剛有個top說 偷瞄到 在這裡 see it's five minutes tops if I use body scrub 欸你看tops出現了 所以這個人說五分鐘最多 如果他還用那個body scrub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女生用的欲求 我喜歡用一張那一種 所以scrub這個字就是有 去把你身上那個 角質磨掉的概念 所以scrub這個字 body scrub 打一下 exfolio下面 用的人是一堆啦 我們先不跳去看 但總之你相信我 這個字就要去角質就是了 so if you scrub up your body you're doing yourself an exfoliation 大概懂 好 那下面一堆省水的人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沒水 那我們台灣當然有時候會沒水 可是在不缺水的情況下 其實蠻多人都還蠻浪費的 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我在健身房洗澡 我要是知道最近不缺水 今年颱風很多 例如說 我可能就在健身房會洗酒一點點 因為真的也是如果悲傷的話 通常不悲傷 但總之爽爽的時候我會洗酒一點這樣 這個人說的這一題我們看一下 growing up in rural Australia and through multiple droughts that last for years always under 5 minutes 所以這句話其實沒有主持動詞 但總之你大概就懂他的意思 他always under 5 minutes 總是5分鐘以內 因為他成長在一個rural Australia rural這個字不是很好發言 但總是鄉下的 所以他在澳洲鄉下長大 而且他澳洲鄉下很多時候 他會有那個drought 所以他growing up在這個地方 and growing up through multiple droughts that last for years 所以他活過了好幾個不同的drought drought這個字就是乾旱 OK 所以他人生經過了很多場乾旱 而且這乾旱持續了好多年 所以他總是5分鐘內搞定 during the droughts to wash my hair i'd wet it turn the shower off shampoo rinse shower off conditioner rinse and out 好囉嗦 也不是說囉嗦 就他把他的步驟講的 具細明義很清楚 所以這邊我們多學幾個字 所以首先他先把頭髮弄濕 so i wash my hair i'd wet it i wet my hair 把它弄濕掉 打濕 turn the shower off 所以這時候水關掉了 shampoo的意思是什麼 哇你知道是洗髮精 所以他還可以當動詞就是抹上洗髮精 so shampoo rinse就是把它沖洗掉 所以rinse這個字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一整套看一下 先把它的看完 rinse 沖洗掉 shower off 又是把shower關掉 所以他剛有打開沖洗 又關掉 conditioner 你大概知道 就是護髮乳 ok 所以護髮 然後護髮完之後 又rinse 然後就搞定了 這樣子 so i grew up with water as a privilege to have 對他一路長大 在一個狀態下 with with什麼東西生為什麼東西 所以water是 就是他生長環境下 就是水這樣東西 是當成一個privilege的 so i grew up with water as a privilege to have 那privilege就翻成特權 所以水對他來說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我們思維理所大人的東西 so they don't take water for granted we do 有時候我們沒水的時候買了寶圓斑田有沒有 那事實上很多地方沒水是沒水很久很久的 so they don't take water for granted they take it as a sacred 不是,sacred聽起來怪怪 sacred是神聖的 scarce ok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scarce commodity 所以scarce是稀有的 ok something's scarce so there's a scarcity of water how anyway so even now living in a city where I have plenty of water I still believe in conserving it 所以即便他今天已經活在一個都市裡面 那都市很多水 他還是相信著神水這件事情 所以他用了conserve 剛剛我說過這就是神 ok 那剛剛這邊我們再說一下 剛剛看到rince就是沖洗掉 那這邊有三個動詞合在一起走 我們多半只取後兩個 第一個leather是什麼東西 後來也有傢伙有出現leather這個事情 你看 it really doesn't take that long get wet leather up scrub whole body rinse off 你看這邊講 他講了一下洗澡的程序 所以弄濕掉 leather up是什麼 你大概猜得到了 就是把那個肥皂抹上去 所以這個leather就是去 就抹肥皂這樣子 那洗碗是不是也是用leather yes 所以你的洗碗筋 弄在你的這些容器上 這些鍋碗瓢噴上 you leather 然後接下來rince 就把它沖洗乾淨 然後幹嘛呢 重複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常常把rince and repeat 走在一起講 因為兩個押韻都是r開頭的 那這個用法就是用在於 你如果做一件事情 發現到一個這個 你已經做出一個 做出一個不錯的節奏來 你先把那個a弄完 b弄完合在一起就可以做成c 好像一個生產線的感覺 所以你就會把這個東西講成rince and repeat rince and repeat 這以前我們在打遊戲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例如說把怪拉過來打一打 打完之後 怪又會新生的出來 再拉一團過來 這樣子 或者有三團怪 拉一團過來打 拉第二團 拉第三團 第三團打完第一團又出現了 然後你就重複這個過程 所以rince and repeat 就是在重複這個過程的概念 ok 好這個 算是人文生活中常見的一個片語 說真的 好 那我們把這個conserve 最後把它講一下 conserve 剛剛這邊你看到 它是神嘛對不對 所以它認為這個水是要神的 它不是一個privilege 所以conserve可以 所以這個字 像我們還把它變成 conservation是它的名詞嗎 那你覺得什麼是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有時候把它翻譯像前面可以加個environmental 所以可能有人說 I am a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is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ist What does that mean? 所以它是一個環境保育家 什麼叫保育 我保育就是神 我沒有說你不可以砍木頭 我沒有說你不可以捕殺一些動物 可是你不要把人家殺光光 你給人家那個繁衍生息的機會 所以不是要你不能用自然的資源 只是要你省著用 所以跟conserve這個動詞 省其實還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保育跟省著用 Same thing OK 所以conservationist 沒問題了 那preserve的重點在於 把一個東西的 把那個受持的狀態 維持好好的 所以我們不是在把環境維持好好的 我們是在省著用 所以環境保育不叫做preservationist 所以preserve是把東西 再強調一次 把東西狀況保持得很好 我們用一個生活上很常看到的 一個東西來說 就是防腐劑 所以防腐劑從這四個字裡面 就是從preserve變出來的 所以它叫做preservatives OK 那食品添加物就是additives food additives 所以你看add這個字 加一個tif做結尾 前面也是preservatives 也是tif做結尾 所以這兩個都是名詞的變化 OK 添加物跟防腐劑 OK preservatives 那reserve是reserve大概是最熟的 就是你去定位 不管是旅館或者是餐廳的那個 定一個桌子這些的 所以那個叫做reservation reserve 只是我多講幾個同學可能比較不熟的 就例如說 我們有一個詞叫做army reserve 怎麼翻 我剛講reserve有保留的概念 我剛好像沒講 但總是你保留一張餐廳的桌子 或者保留一個旅館的那個飯店裡面的一個房間 reservation 這應該都沒問題 你大概把它翻成預訂預留這樣子的 那 excuse me 什麼是army reserve 你就想想看要打仗的時候 35歲以前的人 你可能我20歲就退伍啦 退伍歸退伍 可是你還是後備軍人對不對 30歲31歲32歲 要是國家打仗了你還是得去 我不用去 因為我老了我45歲了 不關我的事 所以army reserve就是後備軍人 這樣子 ok reserve 好所以 要是今天你 你還有一些 你做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彈尽兩絕了 結果發現 這個背包打開 竟然還有一些備用的子彈 所以這個備用的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叫他reserve這樣子 ok reserves 好 所以這是reserve的用法 那還有reserve另外一個用法 就如果用成被動的一個形容詞 如果你跟他說 I am reserved 什麼什麼怎樣的話 他大概的意思是 你這個人 在交友狀態下 或者在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比較與多保留一點 你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把你自己打開給人家看 ok 所以我們如果說一個人 比較reserve一點點 並不是說他被人家定走了 而意思是這個人 比較不會開放自己 讓你看到他內心的狀態 所以reserve大概有這樣的用法 好 那deserve最後這個字 應該也蠻熟的 我們一般有時候把它翻成活該 可是這個活該 聽起來蠻負面的 但deserve這個字 並不是只有活該負面的意思 如果今天你說 我很努力做一個project 然後我投注了很多個時間 跟經歷在裡面 好幾個晚上的熬夜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得到一個好成績 yeah so if I get a good mark I deserve it I deserve a good mark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翻譯成活該 就是應得的概念 所以這個字本身其實是neutral的字 不是負面的字 好 ok 那講到這裡好像也差不多了 不錯 我覺得我們今天講了一些蠻多的 至少兩群 一個leather rinse and repeat 這個概念再複習一下下 那剛剛的這一個 conserve preserve reserve跟deserve 四個不同的 conserve一般翻譯成神 那環境保育也可以用這個字 那preserve是把一個東西的狀況保留的不錯 preserve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回憶很值得保留 preserve memories are usually worth preserving preserve 那reserve有預留 可是剛剛也說你可以說 你這個人多做保留 不愛分享秘密 reserved 那army reserve還有後備軍人的意思 那deserve是應得的 應得的 那負面的話可以翻譯成活該 Alright 好 然後這個平均叫做average 固定的接起詞 on average 那最多最多 我們用的是tops tops 好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